跟婆婆聊天 聊到早上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婆婆就喜歡跟我聊天 那有時候就是 我錄完影回來 這題聊多對妳好嗎 不是 可是妳跟婆婆聊天的時候 妳有在捏自己的大腿嗎 對啊 保持清醒 就是妳有沒有想說很難熬 還是妳真的樂在心中 我覺得我不會 沒有 我看她很高興 我就覺得說婆婆很像小孩子 然後也很可愛 她很喜歡跟我聊天 聊很多 她有講很多她以前的事給我聽 可是連妳先生都覺得 妳陪她聊到早晨 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事情 是啊 那我就想 因為她沒有說睡 我不敢先說我要睡啊 可以吧 就說婆婆我累了去睡 我覺得這樣不好吧 沒有 我半夜差不多三點多 將近四點了 我起來 我媽 她明天她要去錄影 要工作 妳現在不睡覺 是 我媽媽還罵我 妳問她 妳叫妳媽媽睡 妳媽還不睡 我媽媽還罵我啊 我媽媽去說罵說她吃醋了 妳吃醋了嗎 我跟妳老婆她 她忘了妳也吃醋嗎 她很高興啊 她就妳進去睡了 把我趕走 那小孩說嘛 馬龍龍大哥是喜歡跟... 他就是怎麼樣 他不管什麼事情 他只要他要出去就 小孩趕快衣服換一換 跟我去 其實有時候這需要我一起去 我就會跟著去 可是有時候這個妳去 我站那邊真的超無聊 他在辦事情 我就在那邊看電視 有時候三四個小時 十五個小時 我就說不要妳去 我只要那一天不去 他就一個臉臭到不行了 那年輕的時候 為什麼妳常常陪我去 年紀大了就不會陪我去 不是這個樣子啊 沒有 她要做不久的小孩 還有妳媽啊 她不管這些 現在小孩子都長大了 對 她不管這些 你知道我年輕的時候 所以馬龍 她現在比較不愛跟了是不是 對 現在不愛跟了 我那個時候 我未來這個事情 大概一個月會吵好 我不是不愛跟 我是現在比較 他叫我跟的時候 我就會看這個情況 需不需要跟 這個需不需要我跟 不需要我跟 我就 可是他想要妳跟啊 所以馬大哥 妳是什麼場合 希望他跟你去啊 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 妳知道我肚子這麼大 七 八個月 他帶我去酒家 那時候要請客戶 妳知道嗎 去酒家 去酒家 然後還唱歌給人家聽這樣子 肚子好棒喔 還去賣唱 還去賣唱 真的啊 因為怎麼樣 他不管妳大肚子有沒有大肚子 他就是妳要跟 會不會檢場原來 娶麗君也是打算要這樣 對 現在很會順順面喔 現在這個已經變成習慣了 因為平常年輕的時候 不管任何場所 我遇到朋友 朋友說 那大肚子怎麼沒有來 他們也會這樣問 我每一次我說 不管任何場所都帶他去 可是酒家不是有小姐 酒家我告訴你 酒家這樣帶他最好的 為什麼 我可以 中途可以落跑 因為他可以落跑 這個很厲害的 你有帶過黎玉君去嗎 有啊...只要他一去 大家那種那天的笑容跟掌聲 然後他等一下唱歌嗎 一定要的啊 應該要吧 要啊 一定要啊 所以妳們這種場合是為了做麵 對 我們要大肚子唱歌 只要大肚子還要唱歌 我覺得那太悲哨 因為我老公也是會這樣啊 對啊 就跟朋友很嗨的時候 寶貝 快點 妹妹來 大家都想看妳 對 你就得去 然後你去了 你又不能擺臭臉 你知道嗎 合照啊 而且你應該也要唱個兩首吧 我其實一開始我是不太適應的 可是我會心裡想說 反正別人也在用妳 為什麼不給自己的老公用 我會用這樣些 可是別人用妳有付款啊 然後我們 這個有這個習慣啊 因為常常我們到現在好像 小孩都看不下去啊 說這麼噁心 我們已經習慣了 習慣變成這樣 我告訴妳 可以激活我們的青春的好夢 我現在七十幾歲啊 我還感覺我很年輕 感覺我還在談戀愛 就是這樣 浪漫喔 他是很羅漫迪克 他就是一直... 一直在談戀愛這樣子 不是 他要寫字條 我要繼續 老婆 親愛的 怎麼樣... 對 他說妳很喜歡寫 對... 現在不是可以傳簡訊嗎 我不會 他不會傳簡訊 那我都不會 你可以把字條貼在手機上 你不要提重... 提重這種比較科技 這種3D的事情 你知道我們簡訊LINE上面有一個 拯救莎莉嗎 你知道嗎 他有一次他就不知道啊 就看到 半夜就把我們叫起來 趕快...有一個叫莎莉的 很危險 我們要開始想辦法去救妳 那個是遊戲 我兒子我臉會笑死我了 大家要笑我說不是 那他說他真的這樣寫 我是這樣 這是哪一個莎莉我的朋友 因為我平常我搞錯了 我覺得妳就很危險 我想是酒店小姐在那邊殺莉吧 對... 對... 我沒說話不要賴給她那個 因為開電話把我們叫起來 說要去救莎莉 你知道嗎 她就是這樣 她簡訊不會 她都是最隱始的 她都是寫... 剛剛追我的時候都寫信 最受不了她知道妳陪妳 就是陪她去幹嘛 對 她要去朋友家打牌 她要去打牌 我就坐在那邊看電視 她要打了四小時 五小時 我看了四五個小時的電視 這樣幹什麼 打麻將有什麼好叫太太去的 是啊 我看過這個景象 有些太太就要 坐在背後看先生打麻將 不是在背後 她是在客廳看電視 她就跟我講 我來拍兩張 妳坐在看電視就去做 我一定會等到四五個小時 我就說 妳這個還要繼續打嗎 她還說是 我去馬上叫人家說 用車開車送我先回家 我去先回家 每一次都我先回家 那我幹嘛去 是啊 為什麼 因為她又沒有要打 她為什麼要去 對啊 因為一開頭不是要打麻將 她打牌前要唱歌 對啊 去了以後才說要不要來打一下 她常常說拋到就去打麻將 不過應該要這樣 就是說一決定要打麻將 就跟太太說 那妳可以先回去對不對 行程那麼慢 所以小蘭姐 妳有姐妹一套 可以聽妳抱怨這一切嗎 還是妳也不需要抱怨 有啦 她都會講給她 她的妹妹 林秀玲 我都是講給我妹妹啦 她...林秀玲會一直罵我 所以妳會跟妳妹妹講 妳老公壞話 我公開講的 公開講的 秀玲都來 大可以說什麼 昨天怎麼樣 我沒有啊 我怎麼樣 這樣 你昨天怎麼樣 因為我在秀玲他們 所以我剛剛來跟他們講 裡面一個人在管 我有兩個人在管 林秀玲也在管 在雲前你要做一點小壞事 馬上知道 我告訴你 你到底做什麼 對啊 你現在還有什麼壞事 對啊 你做什麼 他現在他哪有辦法做壞事 他現在已經變成生火白痴啊 所以他最危險的時候 是幾歲的時候 最危險的時候 就是常常做壞事的時候 沒有啦 我跟他現在 我們從相當中 從相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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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黃座啊 他結婚之後就沒有再花了對不對 對... 結婚之後就沒有再花 結婚之後還接到很多那種 什麼八道啊 哪邊打電話 你知道 有很多 可是他真的都沒去 對 後來就沒了 所以妳的摳客是北投打來的 摳客 不是 沒有 不一定 他很多... 他那時候就是... 我在拍...我在拍錄影帶 還有人跟他商量的 商量 我拍錄影帶 他是故意... 那個人要演女主角 叫演男主角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女孩子就是投資者 就是很喜歡他 就是拿錢出來請他拍 他多少價錢都OK 然後那個女的自己要演 他自己要演 然後就叫編劇寫了很多 對... 然後就覺得這樣子馬大哥也不動心 這樣過了一兩個禮拜之後 他就找我商量 他就說... 那個金主 女金主直接找我們 對 你去找我商量 他說...他就叫我姐姐 他說姐姐 你知道馬大哥的人 這個脾氣也不好什麼 真的不好管 然後這真的 然後如果說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開一家公司 我們開一家公司 現在他開的那一家 在當時三十幾年前 他開的那一家是 那麼就投資五百萬 五百萬 他說我們也可以增資到一千萬 你當董事長 如果不夠我還可以在家 目的就是一個禮拜一天 要分他一天 對 就是禮拜天那一天 當面跟他講 當面耶 不是有什麼好拒絕的 對啊 又是我一天耶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你知道我多辛苦才找到他 我怎麼可以分人家 加碼 不可能 要是你們會答應嗎 要是你們會答應嗎 會啊 拜託 拜託 有沒有那位女老闆外表如何 他還有拍過廣告 你想想看 對 那不就很好 他有拍過廣告 可是我不講他的名字 而且他跟我同意 配小蘭馬路融感情超甜蜜 小魏神超羨慕 小蘭姐如果現在還有 同一個那個案件就是 同一個企劃 給你錢 然後就一個禮拜 現在啊 對 一個禮拜分一天給別人女兒 還是不要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可以 才一天耶 不是 你跟我說 你要知道我的感覺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啊 要出去做 我是滿兩種 所以怎麼知道 我滿 兩種比較充力 我最希望是接到這樣的愛情 可以嗎 沒有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